当然是 简直心好像是粉碎了 我想过去那几天 除了没有睡觉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每次走入病房 看着妹妹的心跳仪器 呼吸仪器那些指数 每一秒钟是钉着你 一声整个人震了 因为医生是说他随时可以不在 而叫了我们做最坏最坏的打算 最心痛就是看着我年迈的母亲 她80多岁 她由9点站到11点都不肯坐下 她为了尽最厉害的努力 我妈妈是一位挺厉害的中医 她都要在她头顶 因为说她老细胞已经死了 她死也不肯放弃 总之 总之看到是心酸 白头人送黑头人何时会快乐 所以我也多谢那个医生团 因为初头一送进去 她们说没得救了 其实你以后 保持着她都没用 叫我们放弃 但是我告诉她 我妈妈40岁不够 就没有了老公 我妹妹是那时候出生的 一直是我妈妈带她 很辛苦才养大我们 现在她都走了 我妈妈已经霸露水了 真的 给个机会给我妈妈 给个机会给我妹妹 就算有一线生机 都请她们尽量帮忙 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些医生和护士 他们尽心尽力很感恩 我觉得我们可以公开 事兽力很让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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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